狄亲的两兄弟,一个是道院的天之骄子,一个在家族的角落离群所居。 天地云泥的差距大概能叫人发狂,但王长吉脸上完全看不到愤愈之色。 从头到尾,他都很平静地在吃饭。 好像吃饭就是这世间最重要的事。 他吃饭的速度很匀称,吃得也很细致。 属于他的猪蹄和青菜都吃干净了。 最后一口米饭也咽了下去。 他才看着自己的弟弟声音很温和,常想有什么事情。 没什么大事,就是刚刚做了一趟任务,想着来跟兄长聊聊天。 乖,把青菜吃了,只吃肉可不行。 王长吉抚摸着正在啃猪蹄的橘猫,温声劝诱, 然后又转向王长祥,说吧,你好像心事重重。 我们去调查小林镇失联的问题, 结果去了后才发现,那里都被浓雾遮掩, 就连吹西龙卷也吹不开。 整个小林镇到处是游魂,被以九宫为基础, 不成了九宫游魂镇,小菊。 讲到这里,王长祥忽然怒斥一声。 却原来那只肥胖菊猫不耐烦,王长吉总用青菜逗弄他, 反找就给了他一下,在王长吉手背上挠出三道血痕。 你好凶啊。 王长吉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,放弃了让小菊吃点青菜的努力, 他用左手轻轻盖住右手手背的伤口, 然后才对王长祥说, 你跟我说这些倒数阵法什么的,我也听不明白。 王长祥低了头,声音也低了下来, 但不知怎么,就是想跟兄长说一说。 王长吉身指揉了揉额头,说吧,说吧。 你知道吗,兄长, 有人用整个小林镇的生灵汇聚风林成玉历年游魂, 在魏城主到来之前,凝聚了鬼门关虚影离开。 这一刻的王长祥像一个妖宫的小孩子。 鬼门关虚影,很厉害吗? 付出这样大的代价,当然不凡。 有鬼门关虚影在手,就可以随时随地沟通幽冥。 幽冥倒数微能至少能提升一半, 诸如驱鬼类的倒数完全可以跨越街平。 说到这里,王长祥又低了眉, 不知那背后的妖人又要仗此为伙何方。 这是自有机刑司处理, 未去即不行,还有郡守。 成道院撑不住,还有郡道院, 郡道院后面还有国道院。 你就别忧心了。 王长吉宽慰道。 这时,小菊已经将猪蹄啃得干干净净, 看也不看那叠青菜一眼, 舔了舔爪子,便趾高气扬地走了。 王长吉于是起身收拾网筷。 我不留你了啊。 在进门之前,他这样说。 王长祥静静地看着兄长的背影转入房内, 而后才回身往外走, 只是在经过小菊趴卧的躺椅边时, 忽然为止一谈。 一道微不可查的锋刃, 迅即划过。 小菊猛地一下窜起来, 经一不定地左右观察, 他长长地胡须, 这时有一半随风飘落。 再敢挠我哥, 哼! 王长祥嘴角挂笑地离开了这里。 只是他想起来, 在他们还小的时候, 兄长是多么地憧憬倒数, 多么热爱那个超凡世界。 而如今, 无论在他面前说起什么, 都再看不到那种波澜了。 他仿佛已经甘于这样的一生。 王长祥的步子终究没法子轻快起来。 今日师长讲的是, 丁等中品倒数火焰刀, 算是丁等下品倒数赋焰的进阶, 也是火形倒数的基础之一。 乃是聚火焰成刀, 直接以炙热的火形原力杀伤对手, 对于阴鬼之类的会晤也有不小作用。 其实倒数到了这里, 就已经强过一般的繁铁锁住武器。 关于这么倒数的印诀与注意事项将往都已熟记, 这时却忽然想起魏眼的长刀来, 那柄刀锋锐绝伦绝不是一般的武器。 因为以魏眼的实力而论, 反铁于他只是累赘。 他又想到黎剑秋常年玄于腰侧的配剑, 心想那必定不凡。 想着便有些眼热, 他的剑上刺砍完怨鬼便已半废, 回来掏钱换了一把, 仍是普通的冰铁剑。 真正厉害的剑气, 他买不起, 也没门路。 只是不知道那些以武入道的大武夫, 手中武器又是何等威能。 他想的入神, 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课上的气氛, 直至灵和悄悄推了推他, 这才反应过来。 授课的讲师是个快六十岁的老头, 很有些古板严厉, 姓肖。 学员私下里都叫他肖铁面。 此时的情况是, 肖铁面讲述完技巧, 随即抽了几个学子演练。 抽到方鹤灵的时候, 他竟磕磕绊绊地完成了这个倒数, 虽然那火焰刀的火焰摇摇晃晃, 但毕竟是完成了。 就连肖铁面也有些满意, 但这次忽然说道, 江望师兄还在我前面开的麦, 不如也来试试这门倒数, 若有什么不顺遂的, 正好向咱们师长请教。 于是, 肖铁面的目光就落到了走神的江望身上。 惨了, 江望想, 他从蒲团上起身, 老老实实道, 我还没电击呢。 同期进入内门的方鹤灵, 都已经能够施展倒数了, 他却还没有电击成功, 其他学员看来的眼神便有些怪异, 还没电击就不用听讲吗? 肖铁面瞪着眼睛道, 他最讨厌的就是偷奸耍滑的学子, 明明踏上了超凡之路, 却不懂得珍惜, 只把他当作在凡夫俗子前炫耀的资本。 我知错了, 江望很光棍地低头认错。 肖铁面冷声道, 回去把紫须经抄录一百遍, 抄完之前我的课你不用来了。 是, 江望低头硬了, 心里暗暗叫苦。 紫须经的全称是, 紫须高妙太上经, 乃是玉经山一脉的根本道点, 每个玉经山一脉的道士, 都可以说是滚瓜烂熟。 实在已没有抄录的必要, 肖铁面这纯粹就是惩罚了。 最重要的是, 这道点全篇近三万字, 这得抄到什么时候去? 但他知道不能不应, 不然以肖铁面的脾气, 直接撸袖子, 揍他都有可能。 接下来的课业, 江望努力打起精神, 丝毫不敢懈怠, 好容易挨到肖铁面副手离去, 方和灵又嘚嘚瑟色地晃了过来。 哎呀, 江师弟, 实在不好意思。 我不知道你居然还没电击呢? 修道无岁月, 向以修为论序, 方和灵也非常自然地把师兄改成了师弟, 语气很是惋惜的样子。 开麦之后, 我耗时53天才奠基成功, 自觉已是太慢, 心中惭愧。 想着已将师弟往日的威风, 应该早就奠基了才是, 哎, 你说这是闹的。 中国道院通用的电击阵图归原阵, 一共有81个阵点, 以每日两次充卖修行, 共计两颗道员的收获来看, 53天电击怎么也不能说慢了。 因为这当中, 还有许多挪移阵点出现差错, 而导致的进度停滞。 目前整个城道院电击最快记录, 始祝为我, 它9天便电击成功, 超越历届所有记录。 从这个匪夷所思的速度来看, 它的道脉真灵, 绝不可能只是将往这种土丘真灵的级别。 但具体, 是什么级别的真灵, 涉及个人隐私, 无从探知。 话说回来, 以风陵城道院弟子的一般情况来说, 60到90天才是正常情况, 也就无怪胡方鹤灵自明得意了。 他并不掩饰目光中的挑衅, 也很想看到眼前这个交流, 骄傲的家伙恼羞成怒, 甚至已经在脑海中模拟接下来的战斗, 如何以倒数精彩绝伦地解决这个 只可倚仗剑术的土包子。 但将往只是笑了笑, 转身离去。 毫无愤怒, 满不在乎。